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知道 鼎心這一陣子 就從上禮拜四到現在 總共從銀行提領了多少 現金 聽清楚 現金 總共提領了5億元 我們跑社會新聞的時候 我跟你講 你領50萬 調局就來了 你一定要申報 為什麼你要領50萬 超過50萬就要填 銀行行員也怕 我們也擔心 所以說為什麼他們可以不怕 不怕什麼 不怕調查單位的追查 竟然在幾天之內 就領走了將近5億元之多 大家想想看 這些錢他們到底要用到 他不怕 因為他是鼎心啊 對不對 其實我說真的 他能夠這樣提 我相信相關的金融主管 他早就知道 一定會知道 因為銀行馬上通報 那為什麼你會 在第一個你沒有對外界 發布任何消息 他們已經在被調查的情況下 第二個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那你已經知道這樣子的話 你要嚴密監控這些資金的流向 到底在哪裡啊 結果他們現在到底拿去做什麼 你財政相關都會知道嗎 也是不知道啊 也是不知道啊 對啊 所以 當然你往好的方面講 可能他早就知道 威英聰要被抓了 所以就準備交保金 那也不用5億啊 我跟你講有可能喔 有不可能喔 對啊 因為他是 他交保個3 5億 我覺得很正常 現金耶 韓兵 對啊 當然是喔 現金多可怕 因為他是威英聰啊 那用卡車去載 他是年一月 4800億的公司 交個5億算什麼 對啊 那5億你也要交代你那個 是啊 但是問題是 現在我覺得很好笑 財政部你今天完全不知道 他拿這個錢要去幹什麼 那你這個主管單位 你在監控什麼東西 沒錯 那你隨便讓人家 就可以從銀行一下子 幾億出來 那問一接他一提幾十億 那不是馬上要擠兌 那個整個發生暴動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的金融主管單位 整個螺絲鬆掉 而且你從頭到尾 沒有去對我們現在 事情發生這麼久 到現在你有沒有解釋 那你到底是 打算隱瞞到什麼時候 連勝文的夫人 蔡一山出馬了 他到菜場去拜票 好 那麼當然陳佩琪 他其實很早就出來了 那麼他也常常在臉書上 發表他自己的看法 常會寫上一些心得 那麼蔡一山的話 算是這算第一次 初雨催 而且他是一個人 自己拜票的 那我想先請教明賢 那就是說 現在選戰不到30天 但這個時候 就推出蔡一山 這張夫人牌 是不是有點太早了 是不是已經沒招了 對聯姻來講 那他的選情 真的真的告急了 國民黨第一次來臺北市 除了跟就是一九九四年 跟趙燒康 阿扁 還有黃大舟 那次三強頂一 那時候 國民黨選得很糟 很難選 這是二十年來 第一次國民黨在臺北市 選得那麼糟 選得那麼爛的一次 聯絲文到現在 包括各媒體 民調大概落後十幾趴 其實在他們內部陣營 甚至國民黨中央的陣營 大概還是落後五到十趴 你平均一趴是一點二萬票 你落後到五趴到十趴 大概將近十萬票 國民黨在臺北市輸十萬票 是天望夜譚 從來不可以想像的 那最後當然要寄絕招 原本他們就是打算 最後一個月讓夫人牌 讓蔡一山出來 因為蔡一山老而講 比聯盛文還要有魅力 可是這個時間會不會有點早 還是差不多他們就是在 就是要計劃選情 要炒熱選情 要藍綠堆立 他們現在的目的就是要讓 藍軍的基本盤出來投票 因為他們最糟糕的藍 藍軍那一塊完全不表態 那你看他這兩天去跑 包括跑市東市場 那昨天去內湖 包括湖光市場 去跑一樣都被嗆 都被嗆 都是為了選舉而來的 這有兩個 一個是有人故意要去鬧場 去嗆 可是第二個就是反應 他的真的聲勢真的不好 一樣跟聯盛文一樣 聯盛文你到哪裡 到臺北市去哪裡走 一樣都被嗆 就表示他的氛圍 他的支持度真的不好 尤其跟你一樣 見面欣喜 你的 你這個年齡層 二十到二十九歲年齡層 完全分盤 聯盛文的支持度不到一層 那明顯我這樣問 因為前兩天 我們也看到柯P發下豪雨 他說我真的會當選 可是問題是在於說 他要逼出青年選票 那我這樣來問好了 對 現在最後在 最後這一個月 就是說到底是聯盛文 他比較有可能催出 藍軍的鐵票 比較容易 還是柯文哲逼出青年票 那就要看燕安 燕安如果前一天去唱KTV 唱到半夜 唱到天亮 然後好累喔 就不去投票了 那柯P就完蛋了 不會不會不會 對傳統國民黨來講的話 他的鐵票部隊 真的還是比較強 國民黨傳統 在臺北市的結構 還是六比四 他那一部分 如果他們的動員能力 還是比較強 最後靠計畫 尤其他選前還要辦大遊行 整個計畫出來的話 你看他這一連串的 包括聯位金改革 這一部分開始 要讓聯位金 讓他們一些舒緩一下 這一部分開始要恢復 發放了 所以這一些 整個措施來講的話 就是要藍軍 基本盤可以動起來 對 洪醫師 你之前也有選 就是說最後階段 說國民黨 他會怎麼樣動員 所謂他們最擅長的組織戰 那這一次 難道像明顯講的 其實鐵票還是不會生鏽的 其實鐵票一定不會生鏽 會生鏽就不掉鐵票 只是鐵票有沒有減少 或是增加 所以現在 包括燕安這種 都是說 我痛恨他 所以我不支持 現在已經激化成 你討厭他爛舉止 裡面挑一個好一點的 為什麼你們不看一下 裡面的東西 不是爛舉止 所以事實上 我們要檢驗的是 他的東西好不好 要檢驗他的東西 不是檢驗說 他哪裡不好 你現在這兩邊 互相講哪裡不好 說實在話 我常常開玩笑 那醫療的政策 醫療的政策 我問過兩邊的候選人 那醫療政策 你推出什麼 有人講清楚嗎 沒有人講清楚 柯文哲是醫生 柯文哲說 中醫是什麼東西 他到我只知道 他賺錢 所以我們不應該說 因為你喜歡什麼 或討厭什麼 應該是說我們看他的政策 是怎麼樣 這年齡層的投票 是比較理性 像這種年輕人投票 很多都是感性 都是熱球票 我真的要看臉的時代 就是我覺得這個52跟35 這個 你年齡期歲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我沒有提示 我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 我覺得一個 看這個時代漂亮 還是一個很基本的洗票機 因為你看那個看板 你看到那個 就賞心悅目 等一下 難道我們佩琦寫 佩琦寫 他們兩個在選 我先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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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一句話 我一點不太開心 因為剛剛你們說 我們年輕人不太理性 但是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你們剛剛一直在講說 藍營的什麼 選舉策略 到底誰才是感性的人 你們今天為了一個 你們今天為了一個 選舉策略而去投那個人 你們跟我說 你們這樣是理性的 你們沒有去反 你們沒有去看 他背後的政見 然後你們說 我們年輕人不理性 很感性 我沒有 我從來沒有說 年輕人不理性 沒有 我是剛剛回應 往後再回來 我們繼續再聊選 這樣